三国故事从历史到小说 它有一个非常长时间的演绎的过程 在这个演绎的过程当中 历朝历代的文人也好 老百姓也好 都给三国故事增加了新的色彩 融进了他们各自的看法 而最终形成了三国志这个小说文本的时候 对历朝历代的种种的演说 种种的评论 种种的阐释 是进行了一定的选择的 那么谁来做这个工作呢 这就涉及到咱们讲的第二个问题 三国演义的作者 在长期的众多的历史的文本 和民间创造的基础上 大约在元代的末年 明代的初年 就是十四世纪的中叶 有这么一位作家叫罗冠忠 按照历史的记载 叫剧正史 才小说 正文词通号上 做了这么一个工作 重新编转了三国演义 成为一部经典的小说组作 剧正史 就是根据三国志和三国志的注 才小说 就是采纳了历朝历代 老百姓 尤其是民间艺人 讲述的历史故事 三国故事 同时正文词 对文词进行了相关的修饰 还有通号上 就进行了选择 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值得保留的 哪些是值得歌颂的等等 加进了自己的思想观念 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小说 为什么咱们判定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冠忠呢 现在最主要的依据 是加进元年的课本 三国志演义 在这个课本上 有两行提数 第一行是 进平阳侯 承受史传 这是第一行字 承受史传 说明是根据承受的三国志 作为小说的主要依据的 就是剧正史 当然这个三国志 不仅仅是承受写的三国志 也包括裴松枝的三国志 这也就是 咱们现在一直说 三国演义这个小说 如果准确地称呼他的文称 应该叫三国志演义 就这个道理 但是具正史来写的 来改变 当然 承受做的官是平阳侯像 而不是平阳侯 但在长期流传过程当中 把平阳侯像给去掉了 尊称他为平阳侯了 那么三国志演义 这个课本的第二行题 写的是后学 罗本 冠中 编词 这给掌明提供了几个信息 第一个信息 就罗冠中 他的名字大概是本 叫罗本 冠中 另外一个 他自称后学 提鼠中 自称后学 是一种牵称 所以掌明有的学者 一般认为 如果是别人提鼠 没必要牵称 尤其是后人提鼠的话 没必要去替古人牵称 替他谦逊地来称 你自己没有必要 所以这大概是四级提示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人们认定 嘉靖元年课的 三国志演义这个本子 他的作者应该是 罗冠中 我这很特别强调的是 嘉靖元年课本的 三国志演义的作者是罗冠中